颜子杯 三道的孙家骏和四道的颜子杯 同样来自湖北的两位选手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男子八勇运动员 在一百米当中游进一分以内 颜子杯第一 孙家骏第二 秦海洋还在第三位 进入到后城 颜子杯开始加速了 孙家骏今天咬得很紧啊 古道的宋家乐也是不甘落后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环节 颜子杯在家 频率已经越来越快 到边 颜子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两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啊 颜子杯和孙家骏 两位湖北选手 是率先到达终点 分裂第一和第二 颜子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游出了59秒03的成绩 获得了这枚金牌 同样令人振奋的 还有孙家骏游出了59秒83 这也是孙家骏在全国大赛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终于是游进了一分大关 颜子杯最后的倒边动作 非常的积极 贴在吃边的计时板 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力量 才可以触发它 停止计时 颜子杯在完成比赛之后 也是非常的开心 坐在泳道线上 男子100米挖泳的决赛结束 颜子杯获得了冠军 孙家骏拿到银牌 秦海洋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 hang在银牌是最后的决定 顺币金牌